2月11日晚,侯佩岑通过微博善美照并为大家送上狗年祝福,称 用欢喜心和正能量迎接新年,祝大家狗年旺旺,狗年厉害 照片中,侯佩岑披着一头长发,皮肤白细光滑,红跟白痴,露出甜美灿烂的笑容 二胎产后身材一人纤细气色佳 网友看到此为博后分布围观,比留言称 两个孩子的妈妈还是那么漂亮,新年旺旺来,美丽的佩岑姐姐,想看公主小王子了 据悉,2011年4月,侯佩岑与相恋仅有4个月的黄伯俊 在70多位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,胜势成为黄太太 2014年9月1日,侯佩岑在中三医院抛妇产下儿子乱 2017年8月,侯佩岑二儿子出生 但出生后,医生判断孩子是ABO新生儿容易血症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,孩子与今天回家了 侯佩岑感激正义在微博刷出儿子照片 这个妈妈当得太不容易了,如今的侯佩岑完全就是人生大赢家的模样 有事也有疼爱她的老公,有两个心爱的宝贝 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幸福,祝福这个伟大的母亲